從頭到尾就一直針對我 然後我具有原住民的身份 是有點欺負原住民的感覺 我們各政黨應該尊重在地 我們是在地的原住民台灣的主人 我們有什麼泄密可言 而且我一再呼籲我要謹言慎行 而且你們民進黨一直針對我原住民 你是不是欺負我們原住民 我們今天從頭到尾 我們都被人民檢視 而且國安機器都在啟動 請問一下可以檢視我到對岸 我們都是公開透明的 台南市的市長黃偉哲 都已經公開講農特產 希望能夠趕快推銷出去 不就是人民的托付的理想嗎 希望民進黨要冷靜 而且要有自信心 對台灣未來兩岸的政策裡面 希望民進黨要因應這個策略 來良性的對話 來自民進黨出發 在空間裡 感谢观看